王院長在主持,我們跟加拿大的成立 那你要現在說明還是等一下 主席,大家好 我看到我們林部長趕過來了 是不是就請部長簡單 我有幾個問題簡單 好,請部長 三分鐘 好好好 今天大家非常關心,我也看到部長的敏感度 大家今天所有委員關心的大概就是撤僑的問題 我想剛剛 十字塔在這邊老行宅宅 應該是有幾位 但是我相信所有委員 真的都非常 可能所有國人都非常關心 這兩天的整個情勢演變 那雖然實際上剛剛也把我們部裡面 綜合包括可能美國啊 包括韓國本身 包括周邊國家 對整個這個南北韓之間的這樣一個爭端 這樣一個危機啊 做了一些綜合判斷 那作為我們一個撤僑的一個標準嘛 可是實際上我感覺不出來 就是說我們的SOP有沒有出來 到什麼程度做什麼事 也許心裡面有附案 但是事實上可能委員看不到說 你們SOP在什麼程度做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部長你 你剛剛現在到了 你現在是不是可以就這一部分啊 能夠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一樣表述啊 讓我們委員或者是讓我們國人聽到了以後 原來我們外交部或者是我們全國國安單位啊 已經做這樣規劃 那麼可能比較明確一點的一個答覆 謝謝委員的這個提出來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非常非常的重視 我相信我們時政務市長一定做了一些說明 我在這裡非常簡要的做一個報告 就是說我們針對這個韓半島目前的這個情況的 事實上我們駐韓國代表處 這個原來就已經擬定了一個非常完整的這個應變計劃 那根據這個應變計劃的 讓我們是一步一步的在執行 比方說我們國安會市長已經召集了一次這個會議 那我們也成立了一個應變小組 那根據這個國安會的這個應變的這個會議的這個指示 那我們外交部也成立了應變小組 目前由時政務市長擔任我們的召集人 由我們亞太師的市長擔任執行秘書 我們跟相關的這幾個市處 我們都已經聯合起來 那我們跟駐韓國代表處那邊 事實上是經常每天都在進行聯繫 那韓國代表處那邊 梁大使事實上也已經對外做了一些說明 可是他把我們相關的情況呢 都做了一些機制 比方說我們在這邊的留學生 我們在那邊的僑民 我們在那邊的商會 我們在那邊的這個一些公司 包括華航在內 事實上都已經做了一個聯繫的機制 那我們這個整個韓國代表處那邊 也有一個應變小組 那事實上他也做了這個工作上的分工 所以將來怎麼樣來做 一步一步的來做處理 那目前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也跟美國、日本、澳洲 還有韓國政府之間 保持一個密切的聯繫 針對任何的變化 我們都會做調整 旅遊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們事實上旅遊的燈號 大家都很關切說 到底我們怎麼樣來做一個調整 就任何情況之下 只要有任何的變動 我們這邊馬上會做相應的調整 所以部長是說 整個計畫是很完整的 一步一步都在執行 國人關心的是說 現在該不該撤僑 是因為整個的這個步道還沒有到那邊 而且是我們在控管之內的一個形式啊 對我們的控管機制 另外我們也是參著美國、日本、澳洲 還有韓國本身的一些規劃跟做法 我們事實上在保持密切的聯繫 隨時會做調整 謝謝 因為我想這個是目前大概 國人真的最關心的問題 也希望說我們國安單位跟外交部這邊 能夠密切的去掌控情勢 第二個剛好部長在這裡 我要特別感謝 因為這一次真的 我們到馬來西亞去 這一次去了十幾個委員 部裡面都很忙 那我也覺得這一次參加 個人收穫很多 因為那麼多全世界各地的台商都到那邊 當然 今天先一個簡單的問題 就是也聽到很多反應 我想我們在外交委員會還有另外有時間在談 不過倒是聽到對市政務次長的讚美 因為你那時候是初始我們中南美洲的貝里斯 所以大家對我們市政務次長那時候在那邊對他們幫助 非常感恩 不過他們反映了一個問題 說我們會不會因為跟中國大陸這個彼此之間的關係 反而把我們一些一向支持我們的一些老朋友 一些小國家 然後覺得好像他們比較不重要了 我不知道部長這一點我要提醒 就是說 事實上我從很多台商 駐當地台商 反映他們的這個 政府人員 反映出來說 好像兩岸和緩以後 就覺得說 這些小國家對我們來講 是不那麼重要 但是在我們這些台商 在他們當地的政府人是認為 不要因為這樣去忽視他們 反而要更重視 不要等到有一天需要他們的時候 再去拜託他們 我想這一個 我們找時間在討論 我只是說剛好這一點蠻重要 部長來了 我做一個提醒 謝謝 我完全同意委員的看法 事實上我們對於我們的邦交國 不管大或小 其實我們都同樣的重視 所有的合作計劃 所有的技術協助 都是還是繼續的進行 對台商的部分我們會做進一步的溝通 讓大家了解我們非常重視我們的友好 謝謝部長 是不是我們有請我們黃董事長 請黃董事長 委員能不能給我十秒鐘 我再簡單的報告一個事情 因為早上我是到國安會去開會 我也特別跟主席報告 那今天有一個重點 就是下午三點鐘 我們台日之間會舉行漁業會談 那我們現在也希望能夠達成一些協議 利用這個機會先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特別跟主席做一個報告 好 因為等一下我馬上要去參加這個 因為王院長他針對這個 加拿大國會議員訪問團 有一個午宴 因為剛才有一個成立 這個國會友好小組的成立典禮 非常謝謝委員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請黃董事長 董事長我們 我是執行長 執行長 我們那個經濟合作理事會的 來 對不起 對不起 那執行長請先 我們是邱秘書長是嗎 是 邱秘書長 邱秘書長 邱秘書長請坐 邱秘書長我要請教一下 當然我從資料看起來 我們在PECC裡面算是蠻重要的 這個運作起來已經很順暢 而且既被很重大的影響力 那麼現在我看到你們的報告裡面 包括這個你們出 這個是你們出的刊物嗎 對不對 報告委員 是 因為我看到現在大概 我們比較重要的是 對我們 我們國家要加入這個TPP 甚至於RCEP這樣一個組織當中 我不知道 就是我們站在一個角色當時協助他們 那麼我也看到你們一些分析資料裡面 你們是引用台經驗的 台灣經濟研究院的一個報告 分析就是台灣加入整個TPP的影響 那可是我在3月25號 我們經濟部市長來這裡 他是用這個中經驗 分析這個台灣加入TPP的利弊得失 那麼裡面有一些數據上 我不知道你在這些數據上 兩個單位啊 對這個TPP加入TPP 以否的利弊啊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我不知道說 站在我們這樣子 我們在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我們站在要協助 我們現在國家加入TPP這樣的角度 這樣一個分析資料 其實這個資料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你在這個區塊 另外我們現在有什麼樣動作來協助國家加入 跟委員報告 我們就是以這個邀請這個TPP成員國的這些專家來台灣 那跟我們一起共同來討論 那麼台灣呢 未來要加入這樣的一個整合程序的一些機會跟挑戰 那麼此外 剛剛委員提到那個評估報告 其實啊 所有的智庫呢 的評估大概 都不一樣 都是一致的 那是最主要是 可能是這個metrics它的年份 還有就是說 一些相關的經濟的假設 會有一些出入 那麼此外 就是模型它是不是動態的 還是一個靜態分析都會有不同的結果 不過我想我們在 你們現在在這個角色的扮演上非常重要 畢竟你們在這幾個國家當中已經有運作一個很大的基礎 我希望說你們在這個區塊都用心 趕快讓我們特別是在TPP部分 能夠盡快推動讓我們加入 免得說被人家排擠掉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楊委員 請楊委員待一下